相信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曾遇到过 想把照片的大小改一下 一改却发现主体变形了 今天我们就来学习 怎么能在改变图片比例的时候 保留主体或其他人物的比例 打开PS导入要修改的图片 首先点击图层后面的这个锁 把背景图层变成普通图层 才能进行后面的步骤 再选择左边工具栏的裁剪工具 在左上角选择想要改成的比例 这里我们选择4比3 把图片拉大 直到整张图片都在框里 因为这张图片的背景比较简单 所以可以直接点击这里的内容识别 然后点击这个对勾 这时图片就已经被补权了 主体的比例也没有发生改变 我们画一张背景比较复杂的图 按照刚才的方法 来改变一下它的大小 可以看到这里处理的就很不自然了 退回到选比例的那一步 在左边工具栏找到套索工具 给主体建立一个选区 然后右键选区 选择存储选区 给选区起个名字 保存 Ctrl加D取消选区 左上角选择编辑 内容识别缩放 找到保护 点开选择刚刚存储的位置 现在就可以改变图片的大小了 我们发现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主体又发生了一点变形 可以用套索工具再一次把主体圈出来 重复上面的步骤就完成了 最后你可以在逃步微信供标带回复图片处里 获取我们之前做过的与PS相关的神技巧 微信搜索TopBook 共享一千只高效技能视频